哈喽各位親愛的朋友下午好我是爸爸超人 那現在時間是下午的5點鐘我的小朋友這是我教授我現在可以過來這邊 給這個涼開水 試到這個五階必殺歲月 那他有提到就是這個歲月倍率是530%乘以兩下 好那我們就請他來放一下好了OK 我請他來放囉 放 看一下這個歲月長什麼樣子 來請他來放了 OK大家都站好了站好了要給他放了 怎麼沒有放 好的就三下 好了 我沒有糖了我沒有糖好那他的攻擊力是420%好420%他三下必殺 放完是九怒嗎 好那我沒有糖我也沒有補強命 所以啊 所以我們可以判斷啦就是這個間隔時間可能有點長好瞬間的輸出啊 比較不足 我沒辦法把別人秒殺 沒關係我們再試一次有可能是因為我集體太硬了好因為我是撐水房的 有沒有看到我的水房24% 好那我的屬房社房又是9%有可能是我的屬房有高了一點 然後他說接鹽爆會比較快好 那我們看一下好了給他放個 那個 組合劑 組合劑放好了 組合劑放 我們其他放的組合劑好就是歲月接這個鹽爆 來 哎呀掛了掛了 不過這個扛瓦斯打還是一樣活得好好的因為他的 機體非常的硬非常的強 所以就算 接這個組合劑還是沒有問題啊 那我們走回去我們走回去 等一下我妹為什麼要跑過來他要來這邊試刀嗎 等一下喔 他不見了呢 他不見了 好在這邊 在這邊OKOK我看到了 好我們再看一次好再看一次好了 我們就我請大家都繼續聚集在一起給他打 大家 集合 給 涼 開水 再放一次組合劑 再 放 一次組合劑 好我們在這邊集合一下好 來這個無線好好這個進行其他好請過來集合一下我們待會要 給他放下 組合劑 好看誰可以活得好好的OK 好了那我請他放囉 哎呀 怎麼怎麼放的 哎呀 我不應該打字的不應該打字的齁 可惡我剛剛在打字再再來一次再一次好了再一次 再一次 我剛剛這邊對話沒有看到我剛剛看我看一下看一下 然後我們再再再一次好剛剛不小心在打字了再一次我剛剛不小心打字了再一再一 再一 再一次 好再一 再一次再一次 我再一次因為剛剛沒有錄到我剛剛在打字啊那個畫面被擋住好在一 我們在一再一次再一次 來看一下這個歲月好因為很難得有人學這個歲月 好了我躺了好我躺了 再回去接 我覺得 我覺得我個人覺得啦這個是我主觀意境我覺得 歲月啊歲月的一個 瞬間輸出沒有像一級 這麼的巨威脅性 一級的話真的很難補回來但是歲月的話如果說補強命的話或許可能還補回來喔 因為這個涼海水啊他的攻擊其實也不低喔他的攻擊有420% 然後又420%跟這也有420%所以其實這個傷害啊這個傷害我覺得 瞬間輸出可能還不是很夠 再好再 再打一次再 我這次的話人比較多人好 沙包也比較多了 好我一直按這個牆面這個牆面好看看會不會掛掉 欸怎麼掛掉了 可是這個扛瓦斯達還是活得好好的齁還是活好的機體啊屬房應該都非常的高 好了大概就是這樣子測試大概就到這邊好我們可以知道 這個歲月啊這個歲月的技能 大概 就是 這樣子分兩段 然後你必須要接這個鹽爆好來來做個組合機搭配使用如果說你單純就放歲月的話那麼 就算是以我這樣子的一個 防禦跟屬房 好一樣還是可以透過 吃補品的方式補回來的 好謝謝大家的觀看 拜拜